然後我是先幫李偉傑導演做了一個劍子 我這邊的李偉傑有一個孫太經驗 對有一個孫太經驗 對等一下我幫你們看 就是幫那個導演做兩支劍子 然後才發現說就連續做兩支 然後就問導演說這什麼地方 他說台北啊怎麼可能台北會有水地點 我說你騙我 他說沒有你就在共僚啊 那我怎麼可能 然後就是因為兩年時間他做紀錄要還蠻長的 然後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那他有活動 因為我看他裡面有拍一些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差壓 或者是什麼的 我說所以是有活動 平常人都可以去 他說可以啊你就去 然後反正你就看路 不要往桃園谷的方向 然後後來反正現在FB很方便嗎 有粉絲頁什麼的 其實你要Google到這個地方還蠻簡單的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在寫部落格或者是什麼的 稍微介紹一下 那就Google到這邊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他有一些活動是可以像讓我們這麼平凡的人可以輕易的接觸到 然後去年沒有參加到因為工作很忙的關係 因為他有時候要有一些時間沒有辦法配合 然後今年的話就看到他有像合夥人這樣子的心態 我想說為什麼是合夥人 然後他就寫了就是像剛剛老師講的 你可以親身的體驗就是這個地方 而且你真的去做 你不是在乎那個你拿到多少米 因為你要拿到多少米 無所謂我們去頂跑去菜市場去買零售什麼都一樣 我們也吃不出來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可是對我們來說那就是你 可是你要想看你的米是怎麼來的 你有想過你的米 為什麼人家都說什麼歷歷皆辛苦 你真的有想過這句話的道理嗎 然後我想說 既然有這麼好的一個體驗的活動 而且可以逼一個人參加一整年 就是從 因為像我們就是很難被逼著就 一定有理由 我今天好累喔 我前天加班 我什麼什麼什麼 一大堆油 然後他就逼你說 我們今天二早就打來啊 就說我們幾月幾號要插秧了 我們幾月幾號要手操了 我們幾月幾號要幹嘛了 那 因為其實我們工作真的也很忙 而且我沒有多休二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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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大都是像禮拜六 那 其實我原本今天也不想來 可是 後來想想 因為昨天還是要做夜到十一點啊 就是到我們 到早上十一點才 十二點多 兩點多才回家睡覺 然後 快想想 不行啊 因為常常我們都是有很多的理由 一直在說服自己 不去做這些 應該要做的事情 都市人永遠 這樣子 然後 我是不是應該 像 他們農夫 我覺得很敬佩他們一個道理 就是 該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了 你 腿斷了 你幹嘛了 你還是得去做這些事情 那 我只是工作很累 我就可以不用做這些事 我就 挑好的做 我就只要選插秧 我就只要選歌道 我就只要選那些 人家看起來 很像是在農夫做的事情就好了 因為今天蛇草 大家比較不知道蛇草是幹嘛的 所以我就會很好奇說 沒關係 那我 還是把班排開來 因為原本今天是有班的 我就把班排開來 然後 還是繼續來做 該做的事情 那 做了再說 一定會 如果真的不喜歡 或者是不可能不喜歡 因為這些都是你 工作必須要歷經的過程 做什麼事情都一樣 你不可能只挑喜歡的做而已 那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事情 我覺得 這就是 我想要從 從這個地方 從做一件事情 然後去學到 我們怎麼在都市中跟人 跟自己相處的一些道理 對 而不是真的只是 埋個米 然後種種甜 然後欣賞風景 應該不是這樣子的 謝謝 還有 沒有問題 分享你的姓氏或是名字 我姓洪 水共洪 然後 雪晴 就是超雪晴的雪晴 應該很好寫 好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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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剛剛有沒有講 我剛剛沒有講 那個影片也是 也是 也是我們弄的 有的人還不太知道 到底什麼影片 等一下會播,就是記錄這邊春夏秋冬,然後其實算是大致性的,但是我覺得他對一般人來說,算是講得非常細了 春夏秋冬那邊,你們是印尼的住宅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在... 你可以講一下導演嗎? 就是他們大概的過節 這個老師長好了,想說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支我們這邊的紀錄片,然後這樣合合的設計,然後雪晴是他在台北,所以他有幫這支影片做後製的方式 這個影片,電視上手播過了嗎?好像還沒有嗎?今天我們看得到? 哇,我早半天早不早會看 因為這種不賺錢的東西,電視通常不會買去播 不會吧,至少公司那些很愛播這種 有一些他們看有沒有收視組織,如果沒有的話,他們播了也算算比較有大廠的時間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去分量 現在還看不到? 我都找不到 有有有 只有那個片花 有有有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問 更多人請教是說 他們今天來參加活動 然後實際認識到種植先米的人 有沒有什麼樣的感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跟原來的期待 實際遇到跟原來的想像 其實原來想像 沒有什麼想像 因為我們家也不是務農的 然後我們都是知識生長的小孩 所以其實應該說沒有想像吧 就是頂多都是在一些生態片 或者是一些紀錄片 或者是公司上面看到的那種影像樣子而已 但是我們會去想說 會想要親身碰是因為可能就覺得 不可能是我們看到感覺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感覺 我們真的去放了之後 有些人對什麼東西有出去 有些人對什麼東西有出去 那就會想要自己去吃 而且我們真的很少能夠實際的去遇到農家 然後跟他們講話 跟他們聊天 然後吃他們的菜 很難把 你不肯半路走一走 就說請問一下我可以吃你們家的菜嗎 那種不行啊 所以就是 然後這些 蕭樂哥跟蕭樂嫂 其實他們人都非常好 而且溝通上也都很OK 然後 問什麼問題 而且他們知道的超多的 就是 就是很多我們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傻乎乎的一些小東西啊 像超貴的草怎麼來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很 detail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問他們都知道 而且都知道說 直接就可以摘出來給你看是什麼 然後 現在還有一點點 然後 反正 那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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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